我记得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人送了我三年的满天星 我还挺奇怪的 这么多花 偏偏就选了满天星 也不知道这个人现在在哪儿 我知道了 难道是 薇薇 不可能 他怎么会呢 那难道是你 是我 是我 我 我就送玫瑰了 不过 老张 不过 老张 这么多年来 这些朋友里啊 就你对我最好 如果你以后交了女朋友 你肯定对她特别好 然然 你还不知道我吗 我这人对谁都好 尤其是那薇薇 你看我把她伺候的 跟伺候奶奶似的 是吗 当然了 我们说花儿吧 我们说花儿吧 软软 你看这都下雨了 我们俩在这儿坐会儿吧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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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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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固扰 你怂不怂啊 你怂不怂张开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缓人 复 dyla你还不够 小点声别打了 这么多人看见了 还以为咱两口吵架 开凛 我没打死다고算就 pedir 你能不能张张出息 我不是觉得我配不上她吗 废话 那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 都知道你配不上软软 喜欢软软的人多了 你怎么知道 你就不能走狗屎运 成功地让软软这朵鲜花 插在你这朵牛粪上呢 你说啊 我现在连个稳定的工作都没有 我凭什么说我喜欢她 我凭什么证明我能照顾好她 不是你说都毕业两年了 怎么就不能有点初心呢你 郑飞 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我要努力工作 我再不吊儿荡荡了 我要让软软知道我要好好工作 我跟你说 昨天晚上 我已经群发了几百份潜力 今天早上 去我们公司让我们去面试 我等会儿马上就去 我这不信了 哥要做出点成绩来 让人看看 软软就算插在我这朵牛粪上 我也是可以给他提供养料 让他茁壮成长的好份 哥们 大早餐正吃早饭哪 别一嘴一勾牛粪好吧 还烂不得人吃饭了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 加油 你叫张开 对对对 你可以叫我老张 旺宅销售的工作以前做过吗 我做过房地产销售 加上我大学的时候 学的是建筑类的专业 我简直就是建筑与销售的 双层复合型人才 就是为了咱们行业而生的 你对工作倒挺有热情的啊 那是必须的 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专业行 如果您能让我加入咱们这个 积极向上的团队 我肯定会给团队带来阳光 为团队带来效益 行吧 一会儿客户会过来 你负责销售和接待 让我看看 好吧 没问题 走吧 跟我过来 王先生 王太太 欢迎来到华夏公墓 我是这里的销售顾问 张开 我简单给您介绍一下 我们这里的环境 我们公墓呢 风景雅致 三河汇聚 五风环绕 九龙交错 那个上风 上水 背山 面糊 地下的CBD 人生的后花园 现在呢 仅售人民币三万块钱 值得一生典藏 二位 考虑一下 不好意思啊 你好 喂 王先生 王太太 你看这边 我是保险公司的老师 这边坐我们公司的 上次和您说的那个 自己生许保险的事 您考虑一下怎么样了 我现在没时间和您说这些 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啊 您在哪儿 要不我过去找您去 我在华夏公墓呢 王太太 王先生 那个 我带你们二位里边再看看 行 走走走 行行行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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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 我们现在是淡季 有买一个酒吧车 买两个酒wood车 优惠活动 心动不如行动 还有我们有三人幕 四人幕 还有多人幕 可以一家团聚 打麻将都可以 来来来 上去 快来来 快来 坐坐坐 行行行 二位 二位 王太太您坐这儿啊 王先生 我进去给你们倒茶 好 王太太 房秉 可惩了你 太好了 余老师 张开 你不是做金融吗 你不是做房地产吗 地下财务 目的不是房地产啊 那保险不算金融啊 你真是的 你这人怎么不合理喻 我跟你说 这个生命学保险 特别特别适合你们家 我说句实话 我给我自己孩子上了一份 真的真的特别 特别好 特别 去 孩子呢 王奶奶 她都没结婚的 老婆都没有 哪儿来的孩子 我跟你说 你一定要想买我的目的 我给我爸我妈都买 你不是你舅舅眼大的吗 我把我舅当成我爸我妈不行啊 你舅舅还活着 你这么诅咒她 你这种人贫 你怎么成绩卖地啊 那我孝顺 你什么孝顺啊 我就是孝顺 你听 你们两个让我考虑一下好不好啊 王奶奶 你一定要考虑我的目的 我这目的非常好 不不不 不不 王奶奶奶 喂 咱们来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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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外面归进一个客户呢 我一会儿就回来去 啊 好不好 雄伯 经理 不是 我 不用回来了 年纪大 业绩又差 一辈子对了 经理 你说什么呢 我告诉你 你这份职业 一点钱都都没有 老子不干了 老子辞职了 你走了 我要买升学保险 找谁啊 你爱找谁找谁啊 老子辞职了 不干了 余教师 你慢走 你真是条汉子 喂 你房租到底什么时候交啊 实在对不起 我过几天就交 你再等我两天好不好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这招聘广告听哪儿啊 最近啊这效益也不太好 贴远点 写演的地方 行 那个啊 你们这儿是不是招聘啊 对啊 那位是 我们经理 谢谢啊 经 经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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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儿是不是招聘啊 是啊 那提成是多少啊 我们十五个点 那 那基础项目是多少啊 最小的项目也要三万块吧 我硬屁 好好好 经理 我先来的 总有得先来后到吧 你说 是不是你应该正式拥我 张开 古话说得好 长江后浪推前浪 这前浪拍死在沙滩上 我把你拍死 我比你帅比你年轻 经理 我可以带动中年妇女的购买欲望 我比你成熟比你老 我知道病死人群的购买需求 余红婆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 离让全上 张开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老还用 你 好好好 两位 别吵了 你俩啊 我都要了 真的 真的 不过啊 试用期三个月 表现优秀的才能留下 行 经理再见 再见 再见经理 慢走 慢走 经理 这好吗 这两个人好像关系不太好呀 黏鱼需要有 不懂吗 好好好 麻烦你了 再一个 说你呢 你黏鱼 说你呢黏鱼 你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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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黏鱼 我杀鱼 你就是个大黏鱼 放开开 来了 听说了吗 什么呀 淋浮厂长快不行了 哪个淋浮厂长 就是以前那个林简周 他呀 不是 他不是前两年 那个肝癌手术给治好了吗 我跟你说啊 他呀这次又复发了 你 你都不知 我 你的 你 我不知 我 我 你 你 一杯美食咖啡带走 好的美女稍等下 你们这儿重新装修了 是啊 徐总 正好 快看吧 许开阳 你是不是太闲了呀 你爸的公司没事情干吗 跑这儿来开什么咖啡厅 郑威 我现在是创业阶段 你不是应该支持我吗 开阳 你为我花这么多钱 浪费这么多时间 做这么多事情 真的不值得 薇薇 你能不能不要再自作多情了 美女 你的咖啡 我的咖啡 你不会真的以为 我在这儿开一个咖啡厅 还是为了泡你了 你好歹是我老师 你跟你的学生抢客户抢生意 不是 你丢人不丢人 我好歹是你老师 你知不知道一日为师 终生完福 尊师重道要把客户 交给老师啊 凭什么呀 就凭你上次吃火锅 一共四百八 咱俩你欠我两百四 我告诉你啊 我张开从来不欠人钱 不就两百四吗 我还你 行 我当你分期付款 一天十块 记着名把那十块给我 余公公 你别对我张开发达了 张开 你签门张开了 赶紧关上吧 别给老师丢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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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你这么有商业头脑 怎么 现在后悔了 想加入我的后宫了吧 不过你这个基本条件不符合 这么动人呢 好了 我先回去了 喂 爸 我妈来了 给我拿走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怎么还不死心啊 居然追到这儿来了 我告诉你 你快把我们家搞得家破人亡了 老林的命都差点送在你手里 你还想怎么样 还有脸到这儿了 你给我走走 玉玉 你 你怎么来了 孙阿姨 我们只是来看林伯伯的 没有别的意思 别嘴 你不要叫我阿姨 我也不是你的阿姨 你妈把我们家老林搞成这样 你把我们家儿子也害得不轻 我求求你了 你们赶紧给我走吧 让我们家亲戚一下 行不行 我求求你们了 大人的事情是大人的事情 跟孩子没有关系 而且两个孩子从小就要好 这你是知道的 行了 你不要跟我讲 这种大道理了 走 再不走的话 我真的就要报警了 你给我走 不是 玉玉 算 这儿 因为这儿 离越近 所以妈妈可以每天 都过去看看 能不能见到你的叔叔 那儿就是你 你自己是自己的 你自己做的决定 你自己做的决定 我自己做的决定 我自己做的决定 能够在你林叔叔 生命最后的日子里 再看看他 你能不能别再这么傻了 你知不知道 你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 你得到的只能是屈辱 你见到他又能怎么样 他是别人的老公 你就不能有点骨气吗 你就不能别再见他了吗 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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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藏在我心里七年了 我想我一定要告诉你 虽然是我的无心之事 但我不想瞒你一辈子 所以无论你听到什么 一定要相信我好吗 当年那张贴在工厂布告栏上的照片 是我拍的 我给你拍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再都不知道你自己做错了什么吗 你回了两个家 如果不是你 这一切到今天都还是好好的 你想过我妈是怎么过的吗 他们走到哪儿都被人指着鼻子骂 可是她做错了什么 她从来都没勾引过你爸 她没有 你 我让你不敢说 我让他来说 你第一个人 自己来看 我们是在哪儿都被人指着 这儿都被人指着 大胖都被呆住了 蜷犽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发动 我来说 哎呀 我来说 这儿 郑秘书 早 小郑啊 你怎么才来呀 公司出大事情了 李姐 我听说邱总他 你还不知道吧 周总这一次啊 可是扬眉吐气了 你们以后带着项目二部 都要过好日子了 这个小黎啊 就是靠着邱继阳的关系 进的总公司 以前跟着邱继阳 没少对付你吧 那现在老邱走了 我估计啊 这个黎维娟也待不了多久了 瞧他以前小人得志的样子 我就讨厌 李姐 他也只是项目部的同事 应该不至于被开除吧 受打狐孙赛 我看他这一次啊 别想再心成呆了 那我先走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想你啊 听说你辞职了 本来这个破地儿啊 我也不打算让你待了 我知道我比较爱玩 不能给你足够的安全感 但是为了你我愿意更 我愿意又顺着 我愿意又顺着 你给你带我 你带我来 我愿意又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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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黎维娟是派上这高知了 怪不得走得那么潇洒 我觉得啊 也许这种方式真的不适合我 好了 我现在呢也想明白了 要男人干什么呢 有你吧 一句话糟糕了 葵葵 我想 介绍个人给你认识 谁啊 我男朋友 什么 你谈恋爱了 不是 谁呀 什么时候的事情 他姓什么 叫什么 家住哪里 家里有几亩地 地里有几头牛 你快说呀 你快说 葵葵 你看你 一会儿有时间吗 我们想请你吃个饭 软软 你可得让他多带点钱啊 抢走了我的软软 我一定要把他给吃破产不行 那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软软来了 老张 你下次能不能不要突然出现 葵葵 你这儿挺气派的 你怎么凭什么来的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这不是今天刚签了份合同 收了冰冰我就跑你这儿来了 我就请你俩一块儿吃呗 不用了 老张 那个 我和软软都已经约好了 要不下次吧 不行 你们俩约哪儿啊 我今天一定要请你俩吃饭 那个 行行行 别磨叽了啊 走走走走 走走走 快点 好 老赵 太飞说要请咱俩吃饭 行啊 那正好我们一起吧 反正以后也是要见的 一起 和谁啊 我男朋友 男 男朋友 喂 喂 这事你早知道了是吧 男 男朋友 男朋友好啊 软软 你 男朋友谁啊 她也太幸福了 行 那我们点餐吧 服务员点餐 你好 小姐 这是我们的菜单 您先看一下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她是 护江市医院的主治医生 她叫吴江 就是上次复查的时候认识的 你没事吧 没关系啊 对不起 你别动 你别动 等一下 等一下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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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让我来吧 你真是不好意思 没事 你 你别动 行 你忙去吧 没关系的 加上我们上一次偶然的相遇 我们已经见过六次面了 你们才见了六次面 那你喜欢她吗 她挺好的 以前一直忙着读书 没什么时间谈恋爱 后来回国了 又一直忙着工作 至少我们两个 都是以结婚为目的 去恋爱的 虽然爸彼此还不太熟悉 但我相信 他一定会是个好丈夫 我们见面第六次的时候 他就跟我求婚了 我就 他跟你求婚了 那你答应了吗 我没有理由不答应啊 我害怕了 我害怕了 我错过他了 以后 未必能遇到更好的 不就是两个人一起 大事活过日子吗 也许爱上他 也没有那么难呢 你爱他吗 薇薇 爱与不爱 我 何必这么执念呢 我以前 爱过一个人 我以为那个人 会是我的一生 一朝梦醒 我已经走到了 另一个人身边了 可是 实在抱歉啊 好 各位 我来晚了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他就是我的 未婚夫 你好 你好 阮阮 你跟我出来一下 好 老天 你 可是我您有什么好 我让你来到 我可见过了 我 我会让你流一滴眼泪 这个男人你只见过六次面 你了解他多少 你就要嫁给他 我不会同意的 葳葳 你不要闹了 好吗 葳葳 葳葳 如果你决定要嫁给他 你的婚礼我是不会去参加的 我也不会祝你们幸福 因为你根本就不可能幸福 葳葳 葳葳 软软 要不我也先走了 老赵 吃了饭再走吧 是啊 要不然 不 不吃了 我还是把单买了吧 都说好了是我请客嘛 不必了 我来 不用 我请 服务员 买单 先生 一共一千七百六 这是您的账单 您看一下 怎么这么多 我来吧 我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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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先生 还差六百三十五 老人 要不你借我点吧 回头我还你 老张 你下次请吧 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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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回你家了 你妈想你想得快哭了 也差不多得了 你该回去看看 你跟我在这摆什么脸呢 对了 今天有封信寄到家里来了 是从护江寄来的 你的游戏 你再不管一会儿又死了啊 你先走 老公 你千万别这么好啊 我媳妇在这哪 安婉 恭喜你 我再也不用为你手伸如玉 软姑娘 幸福快乐 幸福快乐 少废话 这怎么能少呢 等一下 你们别学张开啊 张开就送了软姑娘一本字典 说是让孩子多十字 这么空 可以 走 跟我进去 你走 走 你背了快十分钟了 不怕把他撑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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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秘书 你怎么了 想什么呢 魂不守舍的 郑秘书 师父 你说怎么样才能阻止 一场不幸福的婚姻 怎么了 你的相亲对象要结婚了 你是不是后悔 当时没有及时下手啊 是我最好的朋友 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今天要结婚了 可是他嫁给的那个人 并不是太爱的人 我不想看到他委屈自己 所以我跟他说 我不会去参加他的婚礼 我还是要这一家的婚礼 我如果想见你 我说你什么好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你这一辈子 除了爱情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情感 明白吗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人这一辈子 除了爱情之外 你的朋友 有选择跟谁过一辈子的权利 你要记住 千万不要用自以为是的好 去绑架别人的人生 这样做是不道德的 也许你认为的好 对于他是不需要的 那还算好吗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知道这个世上 有的事情错过了 就永远错过了 没有办法弥补 阮小姐 时间马上就到了 再等等吧 真的不能再等了阮小姐 来不及了 阮小姐 我看 你的伴娘应该也不会来了 要不然 我们再给你备一个伴娘吧 如果我的伴娘不来的话 我就自己走过去 这 时间就要过了 快上场吧 阮小姐 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 有请我们美丽的新娘 幸福入场 我相信在这一刻 我们所有的朋友 都感受到了 我们的新郎新娘 他们心中的喜悦 心中的幸福 让我们再次用这样的 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新娘脸上 洋溢着嘴巴 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新娘脸上 洋溢着嘴巴 最美丽的笑容 正深情地抖下我们的新郎 让我们再一次用掌声 来祝福两位新人好吗 刚才啊 我们看到了一个感人的画面 我主持婚礼那么多年 第一次看到一位伴娘 在婚礼的最后一秒 穿着跑鞋来到了舞台之上 看着我们伴娘这么激动 是不是有一些话 要对你的好闺蜜说呢 来 话筒交给你 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很对 大学分宿舍 就是一门学问 因为它将会决定 你这一生当中 最好的朋友是谁 软软就是我这一生当中 最好的朋友 我曾经 嫉妒过她的美丽 也孤立过她的优秀 可是 她从来都没有怪过我 是她教会我第一次喝酒 我们陪伴着彼此 走过那些快乐 和忧愁的时光 也陪伴着对方 恋爱 失恋 我们是同一个社团的 我们 穿过对方的衣服 吹过同一张床 一起唱K唱到天亮 冯冯 我说这些是想告诉您 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闺蜜 我还要当你孩子的干妈呢 等到三十年以后 我们都老了 我们就一起坐在公园的长凳上 晒太阳 一起看帅哥 一起回忆过去 说得真好 让我们一个掌声 来感谢我的爸您啊 感谢爸您啊 原来真是幸运 老公又帅 又有钱 新郎才幸运呢 他们才见过六四面 就娶到了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 用满天星装满的婚礼 还真是不一样 我想问我个心啊 吴江先生 你愿意为了我们美丽的软管小姐 无论将来刮风下雨 平坦坎坎坷 健康疾病 贫穷还是富贵 一生一世不离不弃 娶她为妻吗 你愿意吗 我愿意 别说了 她俩站一块还真是挺般配的 吴江先生 无论将来刮风下雨 平坦坎坎坷 健康疾病 贫穷还是富贵 一生一世不离不弃 做她最美丽的妻子吗 你 愿意吗 我 我愿意 老张 谢谢我们的两位新人 再次祝福他们 这 这位 这位先生 您这是 我是新娘的大学同学 我有话要说 让姑娘今天结婚了 七年前 她曾是我们大学里 所有男人 就是她有事 是她的 她这位女生 她是她的 那她是一位 我 她是一位 导致 那她的 她是她的 她是一位 她是一位 她是女人 她是她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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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级警报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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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 有一件事 董事长批准进口了 一批大型的其中设备 还送来了一批 新的工程技术人员 那太好了 他还直接安排了一个 总裁助理到我的手下 也是这次的技术负责人 还空降了一个 总裁助理啊 对 总裁助理 在我们公司 是一个特殊的岗位 意味着晋升前的过渡 他的待遇 仅略刺一副总裁 听说这个助理 年纪不大 资历不深 是个海归 只在工地待过三个月 可是大家都知道 他在上面有关系 而且 还拿过国际建筑 设计大赛的金奖 极有可能 是公司内定的 主管总公司业务 和技术开发的负责人 知道了 好了 没事了 你去准备一下这个事 好 把门给我带上 好 我跟他人家来有什么事 我给你一边 你来 你来 说 我 你不得了 走 喂 喂 这个是明天急需要的 你赶紧看一下好不好 好 张秘书 陈助理到了 帮我去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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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好 温姐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怎么样 没事吧 叔哥 赶快收拾来 快点 好 周总 车先到了 我就先上来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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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喝 我想 喝一杯 不是 你 清延 喝 我 如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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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 我敬你一杯 陈助理 这可是我们总公司之话呀 陈助理 我先敬你一杯 以后在工作上 我应该努力地向您学习 从今往后 我们就是同事了 正秘书可见 叫我小郑就可以了 先看位置 陈助理好酒量啊 哇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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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主人说 陈助理是在国内读了这个 华东变图大学的本科 才出去了 是吧 所以说你跟咱们正秘书 这是校友了 说起来 我们是同一个学院呢 这么强 威姐 你们两个应该在学校里见过吧 对啊 也许见过吧 后来大家都忘了 那你可得再喝了啊 好 那我就再敬陈助理一杯 好 好 好啊 威威今天喝了不少啊 为了欢迎陈助理 也是拼了 啊 没事吧你 我没事 酒量好着呢 一会儿别喝多了 到时候拍着陈助理的肩膀 勾肩搭背 称雄道地了 郑秘书身上还有不少故事呢 对啊 对啊 到底怎么了 我跟你说 你是不知道 咱们郑秘书第一次见咱们周总的时候 那可是拍着肩膀叫兄弟呢 真的 威姐 我真是太准备了 好了 咱们大家一块儿酒几杯吧 好 好 敬陈助理 好 谢谢周总 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 谢谢周总 我愿意 你也是 想有点 我愿意 似乎 你不想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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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淑白啊 淑白啊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终于不叫陈鲁林了 他神经病 今天饭做生喝了那么多酒 你到底想做给谁看啊 冲的是我自己 你感觉我打动你的 如果你好像她 还要是我寻思 你别说话 你休息这儿来 你宿舍的训配名单 那是我给你的 你住的地方 离我这儿隔着一条河呢 所以我住在河对面的公寓 离你这么远 都是你安排的 如果我今天不下楼 你就打算一直在这儿站着吗 就算你一直在这儿站着 又能怎么样 你走那天 那道韩淑提我解出来 可是你留下那个 给我有什么意义呢 你已经如月以偿 杜金回来 你为什么还要选择 回到星辰 为什么还要进总公司呢 我一间欢笑了 我一间欢笑了 多有成就感啊 这是你想说的吗 你就这么瞧不起我呀 为什么 你也不想说 是谁 你怎么会 有没有呢 我现在带来 听听听的 怎么发落 你是什么 我kim 准备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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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李姐 你知道吗 陈助理请假了 嗯 我听说啊 她昨天晚上喝酒喝多了 喝到未出血 大半夜自己去医院了 那怎么样 啊 严重吗 严重吗 周总有得强制放下了 当然严重了 可怜 我这儿有两份资料 你来去帮我看医生 好 这有多少烦心事啊 睡个觉没头还皱成这样 你怎么来了 听说你喂出血过来看看你呗 以为你回国之后酒量有多好 竟敢借我那么大一杯 也不过是只老虎一个啊 你要是说风凉话 就先走了 还板着你 给你做点吃的 来 饿了吧 咱好 ken 中文字幕 李宗盛